双胞胎完美犯罪事件 2009年2月25号清晨 三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洗劫了德国著名的奢侈品商店卡迪威 抢走了价值650万欧元的名表和珠宝 警方随后在犯罪现场 找到了一只嫌疑人留下来的手套 就在大家以为 这起重大抢劫案即将告破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手套上提取到的DNA信息 同时指向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哈桑和阿巴斯 一对DNA完全吻合的双胞胎兄弟 这一下子德国警方可傻了眼了 这对双胞胎兄弟的DNA如此相似 以至于现有的分析技术根本无法辨别出两个人来 到底是哪一个留下的这只手套 谁也不知道 德国法律有明文规定啊 每一个嫌疑人都必须被单独证明有罪 否则他就是无辜的 如此一来 警方连关押两个人的权利都没有 就这样啊 哈桑和阿巴斯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 尽管他们很有可能都参与了这起犯罪 但是由于德国法律规定 被裁定无罪的嫌疑人名字不得对外公布 所以啊 这对双胞胎兄弟的真实身份也成了一个谜 不过啊 双胞胎作案也并非万无一失 德国有一对双胞胎 一个叫阿尔伯特·艾比尼泽 另一个叫艾比尼泽·阿尔伯特 这两个人就是一对典型的例子 别的不说啊 你光听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这对兄弟的这个关系纠结有多深了 比如身高一米六三的艾比尼泽·阿尔伯特 是一个快活的小个子 顶着亮亮的光头 再加上一点灰白胡子 但是麻烦在于 他的兄弟阿尔伯特·艾比尼泽 跟他一模一样 据说啊 这两个人的困扰 其实从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当时他们老爸 先给哥哥系了一条蓝色的袋子 然后给另一个又绑了一条红色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搞混了 这颜色搞混了 于是连他老爸都分不清楚 他们俩到底谁是谁了 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不知道了 不过啊 这正好合了他俩的心意 尽管家教良好 但是这对兄弟长大都成了臭名昭著的偷猎者 就是偷偷去打猎 国家珍惜保护动物 哎 藏羚羊啊什么的 他们去打猎 当然了 在他们那儿也没什么藏羚羊 就这意思吧 在多年的犯罪生涯里 他们俩人呢 从不一起行动 哎 这样的话 如果哪个不幸撞见了巡查的警卫队 另一个人就刚好提供不在场的证明 兄弟二人互相打掩护 招摇撞骗了好多年 不过啊 即便真的像狐狸一样狡猾 也会有聪明的猎手 也有栽根斗的时候 他们俩人的诡计啊 最后被一个大名鼎鼎的爱德华亨利爵士给识破了 这个爵士可不简单 由于同卵双胞胎的表现类型不同 所以啊 亨利爵士又用指纹识别技术 把这两个人给区分开了 虽然你们俩人DNA差不多 但是指纹呢肯定不一样啊 成功的就把他们二人给收尖入狱 给关到监狱去了 这下子不能了 说到这儿啊 如果你要是想看到这两个人啊 这段双胞胎 他们男人的照片啊 是不是长得真的就是那么像呢 如果想看到的话 也非常简单 请您在微信里搜索老王的微信号 老王讲传奇 然后发送双胞胎 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了 当然了 还有接下来下一对双胞胎 江阳大道的照片也能看到 微信里搜索老王讲传奇 发送双胞胎 三个字就可以了 好 咱们继续讲故事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 英国伦敦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整个英国伦敦的东区 扛把子啊 江湖老大 是一对双胞胎 一个叫雷金纳德 还有一个叫罗纳德 这两个人可以说得上是双胞胎犯罪界的 泰山北斗级别了 档次很高啊 地位很高啊 江湖大佬 当时啊 两个兄弟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 从持枪抢劫到暴力袭击 从收保护费到走私军火 再加上两宗谋杀案 可谓是无恶不作 不过啊 说真的 如果单单从照片上来看的话 这这对兄弟俩真的是 一表人才 气宇宣昂 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十足的英国绅士风格 哎 确实不错 长得很好 但是谁都没想到 他们俩人居然从事了 黑道这一行 这对双胞胎 长相一致 个性也相似 在几乎每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都保持着步调一致 学生时代啊 两个人都表现出了 相当惊人的暴力倾向 动不动 打同学 骂老师 在学校里呢 是人人静而远之 人见人躲 谁见他们 就撒手就跑 后来啊 他们又双双当上了拳击手 虽然是业余拳击手 据说啊 是受到他们祖父的影响 祖父以前从事过这个行业 所以啊 俩人也当上了业余拳击手 据他们自己说 在19岁 正式成为职业赛手之前 他们两个人 谁都没有输过一场比赛 你看 这功夫还是很厉害的 与此同时 这对双胞胎 对他们潜在的未来的事业 也丝毫没有怠慢 最终 堆积如山的犯罪记录 断送了他们作为拳击手 的锦绣前程 啊 拳击手这个行业 他们就不干了 转身就从事犯罪业了 两个人一开始混黑道啊 顿时觉得 哎 这个好玩啊 那这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 于是啊 兄弟二人 这对双胞胎兄弟啊 就携手踏上了职业犯罪的不归之路 他们当时啊 先是买下了伦敦的一家夜总会 就如火如荼的开始从事 黑道这一行了 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对双胞胎兄弟啊 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英国伦敦东区混的 如果在那个时候啊 在英国伦敦的大街上 随便找一个过路人 向他们打听这对兄弟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K兄弟 K兄弟 外号K兄弟 被采访的人可能马上就会告诉你 这就是兄弟很有名啊 就是有钱 多金 迷人 还是社会名流 这是他们留给很多人的印象 因为这两个兄弟啊 在闲暇之余 把这个夜总会经营的确实是风生水起 作为老板 他们还认识了一大堆当时的名媛士深 影星 歌星啊 有名的成功人士 在伦敦的社交界 还混得很不错 是挺受欢迎的 同时啊 他们可是黑白两路 痛吃 还频繁出入于政界 商界和各大娱乐场所 留下了不少有派头的照片 难怪两个人在自传里啊 后来写了本自传呢 就非常骄傲的总结他们的丰功伪迹 说六十年代 那是属于我们兄弟的全盛时期 皮头式乐队和滚石乐队 统治着流行音乐 卡皮纳比街统治着时尚界 而我们兄弟俩统治着伦敦 我们叱咤风云 无人匹敌 不过呀 这个月盈则亏的老话 绝对不是乱讲 六十年代 确实是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巅峰期 也同时是他们必然的转折 是吧 阳疾而阴 阴疾而阳 最后这对兄弟也终于招来了 他们命中的克星 就是苏格兰场警局的谋杀重案组 在漫长艰苦的证据搜罗之后 警方终于在1968年 把这两兄弟捉拿归案 这对双胞胎兄弟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一段罪恶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好了 有关双胞胎犯罪的故事就说到这